公路中求是在台南關 黨七管道 蓋關山頂多元道 不過團出國防部是要拿來蓋 墊比拋棟就能蓋賓館 要求要蓋備來發展快 空軍司令報道會跟意見 帶回去研究 關山頂面中 整理會到在東空室外面 擁控他的培養 反對國防部和空軍 要在發展公路 關山頂多元道 蓋墊比拋棟 對成我們關山的證明了生命財產 造成一個威脅 法黨公路車流量越來越大 公路叫利用台南關黨七管道 將在去九點五公里的各管道 要稍後車流 不過空軍趴上利用其中一段 只有兩公里做建筆道 本來徵修蘇林土地和農地面積 是六十四點五% 不過如果做建筆道 徵修的環圍的增加到六十七點一% 可能影響在外的生產 也會犯見 在市民會在旁邊和管庫 都反對營農產化建基 說說宣令部參謀長表示 軍方不會跟平常對立 現在還在整個月待會而已 那拓棺道路的 已經有要徵收的計畫了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呢 我再多增加一點點 盡量減少影響程度之下 來設這個戰備道 這是我們當初 在這裡設計這個戰備道的用意 你要不要拓棺啊 要 那給你拓棺成戰備跑道好不好 不好 聽到沒有 不好 因為國獨教 以後重新 客棟十年前幾月 法黨快速道路 可行性平衡 第二個民眾建議 在國豐和民生檢國的考慮下 可以把建筆度解釋在 法黨快速道路 康君的參謀長 曹政平表示 會跟這邊 社民會國界意見 帶回去研究 保證絕對不會 劈害民眾 記者綜合報導 保證的 在